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郭文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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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這次能夠有機會參加 臺灣品牌藥皮計畫的說明會 來進行企業品牌的分享 我們福利麵包是從 1949 年 就從上海來到臺灣 目前落腳在中山北路 其實早期我們最主要是美軍的供應商之一 但是在那個年代 我們就非常注重食品衛生安全 從這些老照片裡面 其實就可以看到 早期其實剛到臺灣的時候 真的就是在臺灣經營為目的 我們早期甚至是煙煮公賣 販賣各式進出口的熟食 甚至經營過咖啡廳 但是最後我們就是在資深中西主廚的帶領之下 漸漸的將重心集中在於手工生產的烘焙品 所以除了一直很堅持繼續供應到地的霸包之外 還有很多包含中西點 傳統麵包 所以我們福利麵包素有麵包聯合國之稱 那學徒在這裡獲到了 當然在地的70年 這70年期間其實也帶領交過了很多的學徒 那當然希望把這樣的一個很棒的峰會 能夠經由福利麵包來去分享給臺灣很多的消費者 那我們自然也就一直在維持了傳統文化的使命 所以這就變成了我們固執的堅持 這就是品牌走來在一開始的一個倔強 那陳如在剛開始一開始裡面有提到的slogan 世界的風味 時間的滋味 就像畫面上你們看到了 這個有北方的蹄漿月餅 然後還有從美國 就是當初從美國帶回來的柴燴餅乾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福利麵包 甚至成立了臺灣亞洲的第一家的墨西哥餅皮蜂場 還有當然就是我們還有非常美式的貝果 還記得早期來臺灣推出貝果的時候 我聽我們的創辦人講 當初的消費者覺得 這甜甜圈怎麼那麼硬啊 還不甜 那當然我們每年仍舊很堅持 我們像聖誕節的時候 感恩節的時候包含火雞 甚至是比飯堂店還要好吃的火雞 我歡迎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陳如我剛剛在講 雖然我們從1949年從上海來到臺灣 在早期其實就非常重視了食品衛生安全 所以在一路走來的 就是我們的一些的品牌的軌跡裡面 其實早期已經在建構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底運 但是實際上那時候根本不懂的品牌這件事情 甚至我們在去年也通過了ISO212認證 實際上我們是全臺灣第一家前店後廠通過ISO212認證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從一路走來的堅持得到的驗證 然後當然經由這次就是品牌顧問 這次的品牌在造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經過這些時代的轉變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從比較舊的一個視覺上 到後來改變了一些的視覺 那早期的福利麵包當然因為高檔 所以一直都是在市場的先驅裡面 但是這個時代的變遷 我們雖然堅持了一路走來的堅持跟一些的沒有改變 但是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就會被時代淘汰 然後也很高興這次可以因為做了這個計畫 由品牌顧問來去對我們進行了很多的一些的檢視 實際上在剛開始的時候 企業對於這一塊是抗拒的 為什麼?因為我們必須要赤裸裸去面對我們的所有的自己 然後甚至看到自己沒有跟上市場的這個事實 其實是非常殘酷的 但是也經由這次的品牌顧問幫助我們 在早期可能甚至有一些就是比較有年紀的消費者 甚至都會講福利麵包去烘焙界的LBR 但是依現在來講說真的福利麵包走到今天 很多人可能對於福利麵包的定位 覺得好像有點貴的一個麵包店 對 那我們的定位到底在哪裡呢? 所以也經由品牌顧問經由這次的計畫 讓我們深切的知道其實福利麵包 除了一路的堅持之外應該要不斷的精進 然後如何來去展現更好的自己跟不同的思維 所以也經由品牌優化的第一步 來去讓福利麵包的視覺上可以有更多的消費者可以接觸到 甚至有更多的曝光 所以在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一路走來的一個品牌Logo 做了一個改變的一個軌跡這樣子 從1949年早期的福利 到了我們1987年的福利麵Logo 其實這個過程中我們做了很多的品牌的改造 但是實際上我們當初對於品牌改造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膚淺的 只是覺得那個Logo應該換新了 但是實際上品牌的再造其實它有更深的一個影響力 跟更多方面的一個幫助 然後讓業者不只是在台灣經營 而是能夠在台灣省根 然後包含這個廚師頭也是福利麵包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視覺的代表 那當然也經由這些的歷程的調整改變 我們一路的讓我們這個廚師頭的臉孔的展現 越來越自信 越來越年輕 越來越漂亮 所以這次的品牌再造我們最後定義的福利麵包的 改造的一個品牌Logo優化 那當然其實從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一路走來這70年 福利麵包仍舊堅持一路走來 倔強跟堅持 但是因為這次的品牌顧問的幫助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讓年輕的消費者可以接觸到 這樣堅持走在烘焙先驅的品牌 而且是台灣在地生根的一個品牌 能夠堅持把台灣的風味來呈現給消費者 那當然在這邊也分享就是品牌這邊 經由品牌顧問來一起做了這些的定位的分析也好 或者是品牌的一些的聯想的 甚至讓我們自己更加去了解認識自己的品牌 當初品牌顧問在做的時候 可能自己還搞不清楚福利麵包到底是什麼 然後自己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是個在地很小的一個在地企業 但是經由這樣專業的品牌顧問的引導 讓我們更加的認知 甚至更加的堅毅跟堅定自己在於烘焙產業的定位 而且跟自己要求高標準這件事的堅持 所以最後當然就是經由品牌顧問的幫助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感謝 就是福利麵包將世界的風味帶進台灣 並且用時間的累積的底蘊作為最到底的產品 我們非常喜歡這兩句話的詮釋 所以真的特別感謝這次能夠參加這個計畫 謝謝工業局這邊的大力的幫助 然後再來當然我們欺取自己不只是賣麵包而已 而是能夠將烘焙文化帶入每個人的生活 所以眼鏡有品牌在照我們做了蠻多的週刊商品 然後在視覺上能夠去搭配這麼良好的產品的呈現 讓更多的消費者可以接觸得到 然後這是我們世界的風味的各種的一個產品 那這些的設計包含這個是我們的官網 那官網的視覺設計也延續了新的吸壓 呈現一種中式又不失現代感的設計 這是我們目前官網的一個呈現的樣子 那我們今年呢 我們自己也在桃園蓋了新的工廠 那工廠的部分當然我們也導入了很多的智能管理 希望可以經由這樣的品牌在照的精神 帶到新的工廠去 然後再把無論是對於食品安全的把關 還有更加先進的AI智能的管理 來去落實到福利麵包 那這是我們的期許 自己在未來工廠的建造 能夠讓更多好的產品 來去推展給所有消費者 然後也經由品牌在照 讓我們好好的整理這70年來的企業核心價值 然後讓我們能夠提高效率 然後及精準度 OK 以上是我的報告 那真的非常感謝工業局給予的大力支持 期待這70年的匯整 然後我們福利麵包期許 未來的發展能夠走向百年的準備 謝謝各位